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5非核家园的这个政策是相冲突的 所以行政院在昨天呢 他们顺应名义宣布将废止电业法95条第一项 依照公投的结果就是不再为非核家园设定 2025年的一个期限了 好 这个消息今天在联合报也是做到头版头条 不过行政院强调说 他们还是可以积极的开发绿电 重点是电力要够 要供电无余 好 那么在赖清德他昨天的一个强调 就是说在公投的结果出来之后 其实就是提供了政府在电力供应稳定的情况之下 继续使用核一核二核三的可能性 也就是没有强迫一定要在2025年之前要废除核电了 但是呢 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建立非核家园的目标 另外现在的整个发展跟核四是没有关系的 好 这个核电的消息今天在自由时报也是做到头版头条 另外昨天在立法院当中呢 徐永明也问这个公投的结果 跟赖清德团队的施政理念是相矛盾 有没有觉得倒阁的这种感觉呢 赖魁昨天坦言说 我的确是有这样的感受啊 他说但是第一个就是他先要帮助 他请辞 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留下来就是要帮助稳定政局啊 徐永明就追问说那这只是暂时的吗 赖魁说他是想先把每天的工作都做好 好 既然政府说不再设定2025年的这个期限非核家园的目标 但是地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自由时报今天的内业友屏东县政府说 他们绝对不接受核三场演绎啊 朱利伦则说新北市不能够成为核废料永久的储存厂 好 国际上倒是看到建联合报的内业友 在法国马克宏这边检核 2035年前要关14座反应炉的消息 好 今天另外一个新闻重点看到 在立法院这边苏嘉全的一个动作 其实也牵涉到小英接下来的一个布局 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二题 苹果日报的内业都谈到 要辞院长苏嘉全要选民进党的党魁 而部分派系都共推他 但是这个消息现在府方还是否认的 好 苏嘉全呢 在蔡英文总统因为为了这次选举 他辞去了民进党的主席之后呢 民进党在今天要举行选后的第一次中常会 他们将会先推举基隆市长林又昌 来代理民进党的党主席 对明年初的党主席改选的高层鼠疫 由现任立法院的院长苏嘉全转战民进党主席 这也被党内视为是蔡英文连任总统 一个重要的人事布局 好 民进党的代理主席会负责两个重要的工作 一个就是要选出新的党主席 第二个就是接下来的立委的补选提名跟辅选工作 党内先前一度属意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接任 不过郑文灿婉聚 所以现在是基隆市长林又昌 可能先接这个代理党主席 不过接下来民进党选出自己的 真的这个党主席的时候呢 可能的人选还有些禁逐方面 联合报说 一旦苏嘉全宣布参选下届党主席 势必要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务 最可能时机就是在明年的2月1号 立委报道之前 让立法院能够改选院长 在新的会期就能够产生 但是在苏嘉全要禁逐的消息曝光之后 党内是否还有其他的人 宣布要参选党主席还有待观察 这回是苏嘉全参与与否的一个关键变数 另外立法院长的这个职位 到底如何安排产生 也是党内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角力 好在中国时报 今天内夜说 有绿营的立委 这个蔡世英就说 小英应该要弃选2020 苹果日报今天内夜提到说 这段仪康拍桌卖赖清德的这个情况 那么党内有其他的不以为然的声音 像是卓荣泰就回响说 要不你来选党主席呀 这么会说 好内阁改组方面呢 现在有些点名啊 什么李应元啊 交通部长吴宏谋这边 现在包括来英立委都点名 说他们应该要下台 苹果日报分析说 选后在败选之后的闭关 蔡英文现在是直写文正决的几个做法 包括他倾听民意 他昨天到高雄这边来了解 这次民进党败选的一些原因 大家的讨论 另外就是内阁的改组的可能性 政策的调整 还有在党部的人事布局调整 都是接下来 蔡英文要保住自己连任之路的一个重要方向 好今天在联合报的内夜则是提到说 苏嘉全如果来接民进党的党主席的话 到底是实权或者是虚位呢 苏嘉全他肯为蔡英文坐驾抬教 力保蔡英文连任 但是未必能够有实权 其实这也是他进退考量更加复杂的一个原因 好在县市长当选人 他们的这些接下来所面临到的考验方面 今天在拼经济专刊当中 苹果日报说 桃园这边说要先做基础建设航空城才能够运作 另外韩国瑜这边本来是说 要到中国大陆这边来参访的 他要参加一个企业家的行程 但是因为说健康因素 他暂时就不去中国大陆这边了 因为他不去厦门的企业家峰会 因为生病没什么好转 现在如果去的话太狼狈了 但是接下来呢 韩国瑜他一定会登陆来招商的 另外在台中部分呢 就抢救东亚清运卢秀燕 希望中央能够配合卢秀燕看自己的胜选 觉得说因为人民已经帮国民党给年轻化了 好对于这些地方 他们对于这个到对岸去 其实都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到那边去招商了 蔡总统昨天倒是强调说 两岸政策是属于中央职权 这个部分他是再次的做了一个宣誓 好在苹果日报今天呢 要谈到说这个 他们的一些专题 说别只剩一张嘴 帮大家所整理的就是到选前有哪些人 他们曾经信誓旦旦说了些话 但是现在都没有兑现的 像是陈水扁呢 他说哎呀看到了这韩国瑜来了之后呢 最爱高雄再见 他但是他现在就不谈北漂的问题了 还是留在高雄 另外就是呢 冯义刚曾经说韩国瑜如果当选的话 相声瓦舍要办一百场活动 让市民免费参加 现在韩国瑜真的胜选了 但是现在他好像丢等起了 他说哎 接下来要先找赞助 另外王世坚 他说我没有说要跳海啊 这也上了这次苹果的专题版面当中 李奥报的北台湾交点 丁手中的选举无效之诉 现在希望全民能够帮忙来提供资料 他说他不是为了个人的胜败 就是为了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 就大家能够来提供一些资料 包括在选举过程当中 有些重大的瑕疵或开票所的一些违规 异常的情况都请大家一起来提供资料 自由时报今天那夜谈到票开到了半夜 延迟登陆 计票系统出包吗 中选会说着登陆太慢 不是系统的问题 中时报今天头版二题有 在民间团体要求中选会要总词改组 希望在明年四月能够完成公投法的修法 莱英立委也痛批说 现在中选会已经沦为民进党的助选会了 另外自由时报今天那夜谈到说公投榜大选乱糟糟 检讨生四起 中雄会说他们一定会聆听各界的意见 中文时报今天那夜说 这陈水扁能够高调的投票 对其他的受刑人不公平 捍卫公民权 现在法界催生不在即投票 好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 说这个贸易战回流潮 因为桃园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大型企业 说要在这边落脚 所以彭博的报道就说 桃园是受益最大的地方 同个版面看到了 长庚大学团队所发现的一个新的机制 说着林芝跟冬虫下草 有抗肥胖的效果 好昨天一个感人的场面 之前前几天 国道这边远景因为这个执勤当中 被后车追撞 就这名远景呢 他脑死的情况之下 昨天他的家人帮他捐出了他的器官 这是最后一刻的时候呢 他爸爸带着当初的这个肇事者 进入加护病房 在儿子耳边轻声的说 你要原谅这位肇事的王先生 要带着宽恕的心离开 这个远景弃捐的消息 今天在苹果日报那页报道 好 苹果日报谈到说 这个离谱的妈妈 因为她的国中女儿作弊 被抓包 结果妈妈呢 到学校去呛瞎 还直播取公审 来侮辱老师 财经焦点方面 两大财经报 今天都谈到的是川普放话 要对苹果加税 销美国的iPhone跟笔电的税率 恐怕会提高10% 供应链遭砍价的几率高 台厂都惊呼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经济日报说 苹果苹果链如果一出大路 其实难度不小 几个被点名的厂商 他们都有话要说 苹果的财经说着 郭董快要被逼去高雄了 因为川普如果打算 要抽苹果10%的税的话 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 十分钟早报新闻了 在十分钟之内 您还可以回到 中广新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再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我是张庆林 谢谢您的收听